看到不一样,才能做的不一样 面对关系难题,你需要多一双眼睛 大家好,我是李孙卫 大家好 今天我们仍然使用系统的观点 讨论一个高大上的问题 那就是在系统当中 地位和边界是怎么形成的 用大白话翻译一下 我们讨论的其实就是 谁来管事 以及我们如何判断 这个人他有没有管闲事 我不知道朋友们对于授权的概念 还有没有印象 我们举过一个例子 说几个人吃饭点菜 为了方便呢 我们就让一个人替大家做主 你来点 当然如果我要是有什么特别想吃 或者不想吃的 我就说出来 否则呢 他点好了 其实也就代表我做了一个决定 表面上看 他的位置好像比我高 他在替大家管事 他决定了我今天吃什么 我被他代表了 可是呢 他好像不是在管闲事 因为这个管与被管的关系 是系统自然生成的 我不会有这种不公平的感觉 或者委屈的感觉 因为事实上 他是在替大家服务 真正为自己做决定的呢 还是我自己 在一个理想的系统当中 就会像这样的一个过程 管事的那个人 他是人民的公仆 他其实是在帮助大家简化 决策的过程 而不是他有什么权利 可以凌驾于任何人之上 你会看到每个人的权利 归根到底 还是在自己手里 不要小看了这个模型 实际上这是在系统当中 我们经常会遇到的一个矛盾 比如在家庭里边 这样的矛盾就特别普遍 因为家庭是一个非常紧密的系统 每个人做的决定啊 他都不完全是一个人自己的事 他跟其他人息息相关 这就导致什么呢 导致每一个人都想对自己 或者对别人要做的决定 参与一些贡献 所以稍微不注意 我们就会产生冲撞 我在大学啊 经常看到有的学生 不满意自己的专业 说起来的时候咬牙切齿 说都怪我爸妈 他们非要让我选这个专业 这就是说爸妈已经把手 伸到了我自己的事情里边了 那我就问他们 你爸妈是怎么非要让你做这件事的 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这时候你会看到啊 有很多不同的情况 有一些情况呢 很温和 比如说爸妈 他就是不断的告诉我 该选什么专业 或者亲戚们轮番的告诉我 什么专业将来有前途 这个其实是一种提建议的方式啊 在反复的表达他们的观点 这种情况下呢 其实我自己也是在独立的做判断 如果我按照他们的建议做了 那也不能说是他们让我这么做的 因为本身有我自己的一个判断和选择在里边 这个就跟我们前面说的点菜的情况 差不多 第二种情况就比较头疼了 因为他们提建议的时候 他们不只是在建议 他们往往还伴随了一些手段 比较常用的手段就是哭闹折腾 有的时候还会暗示你 如果你要是这样选的话 我后半辈子都不会开心 这个时候就会让人觉得很内疚 出于内疚 或者出于一些被唤起的其他的一些感受 我不得不服从于对方的建议 这个时候啊 就好像是你已经在出手 干涉我自己的选择了 当然我还听过最极端的情况 有一个学生按自己的想法选了专业 父母怎么说他都不听 他坚持自己的选择 结果他的志愿提交上去以后 还是可以修改的 然后父母就拿到了他的密码 把那个志愿悄悄给改了 把这个学生最后气了个半死 在这种情况下 其实学生他自己做的选择呀 已经没有意义了 因为人家根本就直接剥夺了他的选择权 如果不考虑亲情因素的话 其实是可以起诉这样的父母 他们的所作所为 已经侵犯到了法律 所保障的一个人的基本的自主权 可是这些情况如此的不同 所谓的干涉 他的那个程度有轻有重 但是在表达的时候呢 往往我们都用一句话说 你看他们在管我的事 明明是我自己决定 我要读什么专业 可是他们在安排我 或者他们非要让我 按他们的想法来 所以我们看到 当一个人说 别人在干涉我的事情的时候 这个表述背后啊 包含了很多不同的可能性 在心理学当中呢 我们用一个统一的词 叫做边界 所谓边界就是我们去划分 什么事是我的事 什么事是你的事 就像选专业这个事情 它是我的事 那你们干涉了我的决定 也就是侵犯到了我的边界 可是这个说法呀 非常笼统 前边这几种不同的情况 他们都属于侵犯边界吗 还是说他们的程度有轻有重 还是说做到哪个程度 他才算是侵犯边界 到什么地步 他其实还是在边界之内呢 我们当然很容易判断呀 最后那种情况 直接去改了这个子女的志愿 这个绝对是侵犯边界了 因为你在使用一种 不容分说的手段 强制剥夺了人家的自主权 那另一方面呢 我们好像也可以理解说 第一种情况 提建议 如果这个父母只是温和的提建议 这个好像不能算是侵犯边界 毕竟他们有表达意见的权利 对吧 可是如果他们反复表达 老实表达 而且他们表达的非常坚定的时候 这个算不算是侵犯边界呢 我猜不同的人可能就会有不同的想法 如果他们一边表达 一边还要给我施加压力 这个算不算是侵犯边界呢 如果他们使用各种各样的方法 让我不舒服 算不算是侵犯边界呢 如果他们使用道德为武器 不断地暗示我 我只有按照他们的想法来 我才算是孝顺 这个算不算是侵犯边界呢 然后如果他们没有拿道德来压我 可是呢 我自己是一个很有道德感的人 我想当一个孝顺的儿子 所以我看到他们难过的时候 我就会有压力 这个又算不算是侵犯边界呢 你看这中间有一片很大的模糊地带 我们都知道 边界混乱会给系统带来 很大的问题 可是很多人不一定知道 如果边界过于僵化的时候 同样也会给系统带来麻烦 所谓僵化的边界 就是为了回避这个模糊地带 那我们干脆什么都不让 把我的事情和你的事情分得特别开 相互之间 干脆咱们就没有交集 那非礼物事 非礼物言 你什么都别说 我也什么都不管 这样时间长了呢 我们可能也就没必要保持关系了 你做你的事 跟我无关 我的事情呢 你也别来烦我 这种反应啊 其实有一点矫枉过正啊 把人和人隔离开 这个有可能会导致系统的解体 咱们举一个例子 我认识一个女生 她非常讨厌父母老催她结婚这件事 到什么程度呢 她回家 爸爸说 今天我在楼下看到那个谁谁谁了 是你的小学同学 我今天发现她都有两个孩子了 就这么一句话 这个女生就非常不爽 她觉得父母又在干涉自己的私人感情生活 说这个话的言外之意 就是嫌自己没结婚嘛 所以她就很生气 然后把父母吼了一通 然后表示说 我再也不回家了 然后父母又非常委屈 父母说 我也没有别的意思呀 我只是说 我遇到了你的同学而已 而且父母会说 哎呀 你看这闺女现在脾气怎么变得这么怪 在她面前 我们一句话都不敢多说 生怕 说到那个地方不合适了 就会搞出事来 这种情况就会让 这个系统当中的每一个人都过分的小心 而且好像对这个边界有着非常极端的敏感 不敢越雷池一步 它就有可能会导致关系的一个冷淡 当然了 我们很容易站在孩子的立场上 说就是因为父母的思想真的太落伍了 太保守了 觉得这个父母给孩子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 现在有很多的媒体都在讲这个观点 可是想一想 如果你放下这个立场 你站到父母那边 你也会觉得 这孩子是不是太敏感了 怎么一碰就炸 明明这句话呢 也没什么恶意 他怎么就那么不好相处呢 如果你真的是一个公正的法官 这种情况非常不好判断 这到底是父母侵犯了女儿的边界呢 还是女儿侵犯了父母的边界 毕竟父母说这个话呢 好像话里话外确实也有一点暗示的意思 可是如果女儿连这种话都不让父母说 好像也有点霸道 所以这个边界到底应该定在哪才对呢 我们想一想 要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要回到系统的视角 我们要看到边界 它不是一个人为规定出来的一条固定的线 它是一个动态的 两个人的博弈形成的一个平衡状态 它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 这个过程依赖于两个人的互动 当然如果这段话太抽象了的话 我们也可以简单的理解为边界可以分成三个要素 定义边界 维护边界 和承担责任 什么叫做定义边界呢 就是你要明确什么样的事情是你可以接受的 什么样的事情是你不能接受的 这个其实没有统一的标准 比如有的人会说 我可以接受别人给我提建议 有人会说 我自己的事 我不喜欢别人在旁边七嘴八舌 还有人会说 我在做一个决定之前 你给我提建议 我是可以接受的 但如果我告诉你 我已经做好决定了 我就不想再听到你提建议了 你看这就是不同的人 对边界的定义 但是你做了定义 这只是第一步 它并不代表这个边界就成立了 因为它是你和别人共同配合完成的事 所以你必须要让别人知道 边界在哪 你会怎么办呢 如果你告诉别人说 不要给我提建议 或者你说 这是我的事 所以请你闭嘴 这句话本身就是在插手管别人的闲事 请注意 要理解边界的概念 首先你要分开 哪些是我的事 哪些是别人的事 我可以这么跟别人说 如果这时候我听到别人的建议 我会很烦 而且我会不想再聊这件事 这个表述就比前面的表述要好很多 你看这两句话其实是有很大差别的 前面那句是 你不要再提建议了 后边这句是 我听到别人的建议 我会不想再聊下去 你有没有听到这个差别在哪 我会怎么怎么样 这个句式 其实就是边界的第二个要素 维护边界 记住 维护边界靠的是我 而不是说 靠对方自觉遵守我的规则 所以那个女生 她可以跟自己的父母说 我现在不想听到有人提结婚和孩子这种事 我会很敏感 如果我听到你们这么说 我就会担心 是不是因为我的原因让你们难过了 那她的父母以后可能就不会说这个话了 或者可能他们也会说 我们也希望在你面前自由一点 我们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可能你听了不舒服 但我们还是想做自己 也希望你知道 我们并不是想让你难过 当然这个时候就会有碰撞 可是碰撞是维护边界的一种常态 如果我们过于的害怕碰撞 我们那个边界最终就会变成一个 僵化的边界 可以说边界是在斗争当中形成的 并不是一个人滑下道子 说这就是我的边界 你们以后要这么做 不可以那么做 其他人就必须听她的 这样她就是把一个人的边界凌驾于其他人之上 于是她制造了一个不对等的权力结构 甚至会造成危险 我做家庭咨询的时候 有时候就会看到这种孩子 她掌握了很大的权力 她规定了全家人都要按她的想法来 可是她又没有办法去承担那个行为的后果 这时候我就会建议父母把权力拿回来 调整这个结构 我就教这些父母对孩子说 我知道你想安排我这么做 但是对不起 我还是会那么做 我知道你会不开心 但就算你不开心 我还是会那么做 她传递出来的信息是 我怎么做 这是我的决定 你看这里边边界的这个维护 它是一个双方都在努力为自己争取 碰撞形成的一个动态过程 边界的第三个要素 就是为自己的决定承担责任 任何事物都不是没有代价的 如果你要自己为自己做决定 你显然也需要为自己的这个决定带来的后果 承担相应的代价 有时候呢 因为我们害怕这一点 我们就会有潜在的动力 去把边界弄得模糊不清 让别人分担属于我们自己的责任 谢谢大家 如果今天的观点对你有一点启发 请分享给你爱的人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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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